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遇见汉语频道 传统节日介绍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小年 小年也称交年节 造神节 祭造节等 顾名思义 在这一天最主要的民俗活动 是迎接新春以及祭奠造神 民间祭奠造神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它主要是源于古人对于火的崇拜 东汉时期 刘夕所著的《市民》中曾记载说 造 发音同造 是创造实物的重要地方 而庄子 达生中也记载说 造有记 古人司马彪对此解释说 这里的记 指的就是造神 传说他身着红衣 尽管是男儿身 但样子 却像是美丽的女人 造神最初的职责 是掌管家家户户的造火 管理饮食 后来他的责任 则扩大为考察人间的善恶 并施以对应的祸福 关于小年的文字记载 最早要追溯到东汉时期 东汉官员崔石 在他的著作《四明月令》中曾记述到 腊明日更新 为之小碎 敬酒尊长 修贺军师 西晋时期的周处 所著的《风土记》中 则明确记载说 在腊月二十四日夜里 民间会祭祀造神 因为人们认为 在农历十二月二十五号这一天 造神会上天庭 会报工作 因此 人们要赶在前一天祭祀造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年也逐渐变成了 合家团圆的日子 人们会在这一天聚会饮宴 燃放鞭炮 其活动类似春节 只是不出门拜贺 但是 与其他节日不同 由于地域不同 小年的日期也有不同 例如 在南方 大部分地区依照传统 将小年定在腊月二十四这一天 与文献一致 但是 在北方 小年则被定为腊月二十三这一天 这是由于 在清朝后期 皇帝会在腊月二十三日 祭天典礼的同时 顺便祭拜造神 这样一来 便可以节省不少有关祭祀的花销了 渐渐的 北方地区的百姓 也将小年定在腊月二十三日这一天 而浙江上海一带 将农历新年的前一天定为小年 人们也会在这一天祭祀造神 南京地区将正月十五定为小年 因为相传 明称祖朱棣篡权夺位后 南京百姓对其残忍和苛政 怨声载道 大家会借由正月十五的灯会 怀念前一位帝王的宽政 于是 元宵节就成为了南京的小年 四川贵州一些地区 则将除夕夜定为小年 因为他们的大年在正月十四或是十五 小年是专属祭祀造神的节日 因此 有关小年的传说 也都是有关造神的 有阳杂祖 莫高纪 记载 造神也叫造王爷 原是普通百姓 名叫张丹 张丹还有一位妻子名叫丁湘 丁湘是一位非常贤惠的妻子 他孝顺公婆 打理家务 使得张家一家可以其乐融融的生活 后来 张丹经商发了财 他觉得 每天操持家务的妻子不再美丽 便对他产生了艳贤之心 张丹留恋于烟花柳相 还移情别恋爱上了一名名为海棠的妓女 最终张丹修弃了妻子丁湘 并迎娶海棠进了张家 海棠来到张家后 每日好吃懒做 还不小心烧光了张丹的所有家产 看见到张家已经落魅 他更是头也不回的又嫁给了别人 张丹一无所有 不得不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 一年的腊月二十三日 张丹外出讨饭 无意中来到了丁湘的住所 丁湘认出他后 他羞愧难当 便一头钻进了灶锅下 就这样烧死了 张丹死后 玉帝认为他有悔过之心 又念他与自己是本家 因为他死在灶火之下 便封他为灶王 来护佑人间百姓的厨房 也有传说说 灶神原本是天宫里的一名御厨 有一年 王母娘娘百寿宴 邀请各路神仙赴宴 灶神为此 更是精心准备了许多美食 当他准备最后一道甜点 水晶菊花饼时 由于食物太诱人了 他竟忍不住 把菊花饼全都吃进了肚子里 玉帝没有等到菊花饼 才知道灶神竟然自己把菊花饼都吃光了 他盛怒之下 便将灶神贬到了凡间 又找来了新的御厨来替代他 可是 新来的御厨始终做不出适合玉帝口味的菜肴 这让玉帝十分愁闷 大神仙李静为玉帝献祭说 您可以找个理由 让贬到人间的御厨 每年回来一次不就行了吗 于是 玉帝便下指说 由于顾念昔日 御厨做饭有功 封他为灶神 记录民间善恶 每年都要按时到天庭汇报工作 从那以后 灶神变幻化成无数分身 端坐在了千家万户的厨房 兢兢业业守护百姓 记录善恶 第三个传说 是有关灶王爷与三师神的故事 相传古时 人间有一个三师神 他不像其他神仙那样护佑百姓 而是经常向玉帝报告 说人间百姓的坏话 他告诉玉帝说 人间的许多百姓都在说玉帝的坏话 甚至还想要将玉帝赶下神坛 玉帝听后又惊又怒 便命令三师神到人间调查 如果谁说了玉帝的坏话 就把这人家的墙涂黑 屋檐下结上珠网 玉帝还让灵官在除夕之夜来到人间 看谁家有这样的记号 就将这家人的福气全都带走 三师神见到阴谋将要得逞 未来 自己便可以独占美好的人间 他就飞快地来到人间 将每家每户的墙上都做了记号 造神发现了三师神的阴谋 便在小年这天 让家家户户都将自己的房子打扫干净 结果 等到除夕之夜 灵官奉命来到人间查验时 发现家家户户的墙上都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标记 灵官与造神又将三师神的阴谋 原原本本地告诉给了玉帝 玉帝知道了这一切都是三师神的阴谋 非常愤怒 便将三师神关进了牢里 再也不让他出来 百姓感激造神的善良 便会在小年这一天祭拜他 同时也会在这一天打扫房子 渐渐地扫尘也成为了小年这一天的重要民俗活动 第四个传说 说的是造王爷托梦市井的故事 传说 古时有一位书生 他在一次醉酒后 妄图调戏家中的丫鬟 丫鬟极力挣扎 最终摆脱了书生的纠缠 可就在当天夜里 书生的妻子梦到了一位大神仙 神仙头上戴着方巾 身上穿着黑袍 骑着一匹快马 随身还带着一本布册 大神仙走到书生妻子跟前 用手对着他在眼前画了一下 就骑马离去了 书生的妻子醒来 不解其意 就将这个梦告诉了书生 书生听到妻子的讲述 顿时吓得毛骨悚然 他将那晚调戏丫鬟的事 向妻子摊牌并忏悔 书生对妻子说 你夜晚梦到的应该就是造王爷 幸亏丫鬟的反抗 才不致使我酿成大错 但我心中已经有了恶念 造神一定会将他记录下来的 我要向你诚心忏悔 并且我们也要为丫鬟找个好人家 把他嫁出去 以此来赎我的罪过 第四个传说 讲的是造神向玉帝告状 相传 在很久很久以前 民间有个小孩 他长得浓眉大眼 十分健壮 玉帝看到他后 认为他有皇帝的命格 长大后一定可以当皇帝 因此玉帝便安排土地公 每日被那孩子过河去上学 并一路护送他 确保他的安全 孩子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后 洋洋得意 马上就变得飞扬跋扈起来 他逢人便说 你们知道吗 我的孩子未来是要当皇帝的 你们都要臣服于我 谁敢欺负我 我就让儿子治他的罪 他还一边念叨 一边敲打锅灶 震得造神的头都快炸了 造神终于忍无可忍 将此事在小年这天 报告给了玉帝 玉帝听闻大弄 便撤销了那孩子当皇帝的资格 在明朝的家境年间 还有这样一个传说 有一位渔工 他经常做善事 从不做伤害别人的恶行 但是 他的生活却依然不顺利 而且一年不如一年 对此 渔工常常抱怨 怨恨上天的不公 他还每日愁眉苦脸 哀声叹气 渔工四十岁那年 他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不公 就每年在小年这一天 向造神助导 请他帮忙将自己的不幸 转告给玉帝 七年后的一个除夕 渔工果然梦到了造神 造神指责他做善事 只是为了贪图虚明 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诚心 这样自怨自艺的态度 神明自然不会让好运降临 渔工醒后 对自己以往的行为十分懊悔 他不再怨天尤人 而是用诚心去帮助他人 渔工终于不再每日哀声叹气 而是微笑地面对生活 可没想到的是 他的命运却在慢慢地改变 好运也接连不断地到来了 这也应了人们常说的那句话 爱笑的人运气总不会太差 所以在这样喜庆的季节 记得要多笑笑哦 最后一个传说来自于明代 陈济如的《见闻录》一书 书中记载 明朝有位兵部尚书 名叫张月 一年张月在家中迎接造神 就在这时 家里蹲在灶头的一条黄狗 突然从灶上跌了下来 就这样死掉了 全家人看到这一情景 顿时慌了心神 认为这是不祥之兆 可张月却不动声色 他只是镇静地对家人说 见怪不怪 自怪奇拜 就是告诉家人 不要大惊小怪 毫无根源的惊慌 才会带来坏运气 结果记造仪式一切如常 那一年 张月一家果然也过得平平安安的 那么 小年这一天又有哪些具体的习俗呢? 第一项习俗是记造神 小年这一天 是传统意义上民间记造的日子 礼记一书中记载 官三 宁四 传五 是说官员在腊月二十三这天庆祝小年 民间在腊月二十四 而水上人家则在腊月二十五这一天 但其实 小年是不分身份的 之所以分开庆祝 主要是为了避免基祀时的冲突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年的日期也渐渐变得模糊 中国的南北地区也出现了时间上的差异 在小年这一天 人们会粘贴造王爷的画像 多数人家会将神像贴在厨房或是灶台上 也有一些人家会恭敬地将神像画放在桌案前 神像画前面会摆放糖瓜 糕点 由于造神的画像 多数是粘贴在厨房的 因此画像每年都要更换 同时 在祭祀造神之前 也会将厨房扫尘除垢 白天要将锅碗瓢盆都刷洗干净 把厨房收拾整齐 晚上进行祭造仪式 这种习俗活动在许多史书中均有记载 第二项习俗称为扫尘 由于尘与尘的发音一致 因此 扫去尘土也意味着除旧迎新 去除不祥 迎接吉祥 人们用扫帚将墙壁上下都清扫干净 擦洗桌椅 清洁地面 家家户户都忙得不亦乐乎 人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将家里打扫干净 不留死角 扫去尘土 不仅可以增加新年的气氛 还有去除厄运疾病的含义 这一天虽然看似十分辛苦 但人们却忙碌得十分开心 第三项习俗是吃灶堂 灶堂也叫做糖瓜 大多是圆形的 像瓜 中间是空的 灶堂起初是专属用于祭奠造神的供品 主要原料是麦芽糖 有些灶堂还加进了糯米粉和乙糖 灶堂的粘性特别大 吃到嘴里十分粘牙 有人会将这种糖果称为焦牙糖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的南方和北方的灶堂 也变得不太一样 南方许多地方 更是将灶堂做出了多种形状 之所以用灶堂供奉造神 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是由于灶堂很甜 灶王爷吃了糖后嘴会变甜 向天地汇报时会对玉帝说甜言蜜语 二是灶堂十分粘牙 这样一来 灶神的嘴就会被糖粘住 使他无法向天地说人间的坏话或过错 也不能把人间的美食报告给玉帝 以免他惩罚喜爱吃喝的人 在中国的不同地区 人们也会根据当地特有的风俗 准备其他食物 比如北方的小年 人们会吃饺子 广西地区会做象征着团圆的糯米饼 山东一带 人们则会做大大的馒头 或是甜美的年糕 南宁一带还会做好吃的粽子 第四项习俗是 剪窗花 小年通常是在为大年做准备 剪窗花是传统的民间艺术 人们会将象征着美好寓意的事物 用红纸剪出来 窗花不仅是新年前后美丽的装饰 更是寄托了人们对未来一年的美好期许 天气较冷的地方 孩子们还将剪好的窗花放在碗里 装满水 放在屋外 等到碗里的水彻底结成冰 就将它拿出来 摆在门口作为装饰 窗花在晶莹剔透的冰块的映衬下 显得更是格外漂亮 第五项习俗是 沐浴 小年这一天 除了清除家里的污垢 清除身体的污垢 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习俗 许多人还会在这一天理发 因为在春节之后的一个月 理发是禁忌 而小年沐浴中最重要的则是洗脚 这是因为人们认为 如果小年这一天不认真洗脚 那么来年就会得脚病 最后一项习俗 是婚嫁 民间认为 过了小年 神仙们都会上天汇报工作 因此 人间百无禁忌 娶媳妇 嫁女儿 作为民间重要的事宜 一定要挑选最吉利的日子 父母们还会根据儿女的生日 来选择结婚日期 因此在中国 结婚日期的选择是非常繁琐的 但是 小年这一天结婚就完全不用担心日子是否吉利 因为无论是谁 在这一天结婚都是最好的选择 在民间 小年这天结婚也被称为赶乱婚 因此 从这天开始直到春节前夕 你会发现结婚的人特别多 宁瑶也唱道 岁宴乡村嫁娶忙 宜春帖子逗春光 灯前姊妹思香雨 守岁今年是洞房 尽管 小年作为吉祥的一天 但是在民间却依然有一些禁忌 第一项禁忌是 不沐浴 小年这一天是除够的重要日子 人们不仅要清扫居所 更要清除自身的污垢 以此来迎接新年 久而久之 在小年这一天不洗澡 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禁忌 第二项禁忌是 捣算 在中国 有许多地区的人们都认为 在小年这一天捣算 有着不好的寓意 家里的钱财也会因为这一行为 而变得越来越少 第三项禁忌是 女人祭造 古代就有 男不拜月 女不祭造的说法 说的就是男人不祭拜月亮 而女人不祭拜造王爷 因为相传 造神是穿着红衣的男人 在中国古代 人们认为男女有别 不让女人来祭造 也是有避嫌的意思 第四项禁忌是 杀生 在中国的很多地区 小年是不允许宰杀生处的 人们认为在这一天不宰杀生处 会为自己积累福气 最后一项禁忌是 借债讨债 小年和大年一样 既会向别人借钱财 或是借给别人钱财 如果是向别人借钱 就意味着未来的一年 都要靠外援来生活 如果借给别人钱 就意味着接下来的一年 家里的钱财都会不断地流走 当然 无论是传说 习俗还是禁忌 都是人们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请您理性收听哦 最后 再给大家带来一首送代 范城大的祭造词 古传腊月二十四 造军朝天 预言是 云车风马小榴莲 家有碑盘 封点四 祝愿大家每个小年 都过得平安喜乐 好 今天的遇见汉语之 小年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就请您点赞并订阅吧 也请您多多分享及留言 我们下期再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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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